日旦共产党总书记法拉杰 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指出 中国在5G领域 已经有非常好的技术 而这令美国感到不安 美国针对中国华为公司的打压 实质上是为了阻止中国的5G技术 法拉杰指出 中国的5G技术 也让美国的很多企业受益 离开中国技术 美国经济必将遭受严重的损失 此外法拉杰还认为 美国不断挑起 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贸摩擦 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